大家好,我是Stan 2009年8月,在釜山龟普洞 发生了一件令人惋惜的失踪事件 当时还是18岁的高中生李某 突然消失后,至今都没有回来 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2009年8月22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009年8月22号下午2点左右 高中生李某洗完澡后准备出门 这个时候,家人问李某要去哪里 李某只是回答,我要去见朋友 然后就出门了 但是李某直到晚上12点都没有回家 也没有任何联络 于是李某的姐姐就多次给李某跟李某的朋友们打电话 但是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李某的踪迹 第二天早上,家人到警察局申报了失踪 警察为了追踪李某的位置就追踪了他的手机 结果令人难以置信 李某最后的通信位置不是在釜山 而是在离釜山224公里远的全罗南道的一个岛屿上 家人们为了寻找李某的行踪 去查了家附近各处的CCTV 结果发现,李某最先去的地方是家附近的银行 在那里提取了2万韩币 之后他在釜山地铁2号线归名站乘坐了地铁 下午3点24分在西面站下车 18分钟后的3点42分又坐上了地铁1号线 10分钟后在中央东下车了 但是之后就没有再拍到李某的CCTV了 李某的家人制作了传单 为了寻找儿子进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一直都找不到他 直到一个礼拜后,警察联系了李某的家人 说发现了可以知道李某行踪的中央线索 在家人到达警局后,警方拿出了一张船票 上面写的名字跟身份帐号码可以证实是李某的字迹 而目的地是谁都没有料想到的寄州岛 李某的父亲立即去了寄州岛客运站 并确认了乘客们下船时的CCTV录像 但是不知道反复看了多少遍 也没有找到李某的身影 这可能有两种情况 李某买了前往寄州岛的船票 但是没有上船 或者是上船了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未能下船 几天后 警察在别的乘客在前往寄州岛的船上 无意间拍下的日常照片中 发现了家人们一直寻找的李某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照片里李某的表情看起来非常忧郁 在拍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李某在想什么呢 然后在晚上11点左右拍下的照片里 也能看到李某的身影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 李某就不见了 也就是说 李某在凌晨时段从船上消失了 在李某失踪的一个月后 也就是9月20号上午10点 青山南岛统宁市的一个岛上的居民 在海边发现了只穿着内衣 几乎是白骨状态的尸体 然后在离现场5公尺左右的地方 发现了钱包跟手机 钱包里有李某的学生证 第一个发现李某的人 联系了学生证上的学校 之后消息传到了李某的家人那里 在DNA检测后 确定就是李某 所以李某到底是为什么 会以这个样子出现在 看起来没有任何关系的岛上呢 在发现李某后 警方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李某怀着无法诉说的苦恼 登上了前往冀州岛的船 凌晨做出了极端选择 或者是失足坠海 而让人非常无法理解的部分是 根据撑传的旅客们表示 当天有一些年轻的大学生们 在甲板上吵吵闹闹地度过了凌晨 但是都没有人发现到李某 然后还有一点无法解释的部分是 如果李某有那种足以让他 做出极端选择的巨大苦恼的话 那么他生前的态度或者是性格上 都应该会有所变化 但是李某最近的成绩 都有大幅的提升 而且还得到了朋友们给的模范升降 说明人际关系很好 家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和睦 然而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是 李某的钱包跟手机 如果李某是在船上坠海后 漂流到这个岛上的话 那么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 手机都应该会沉入海中 而相对比较轻的钱包 会被冲到更远的地方 如果说手机钱包 一直都在口袋里没有掉出去的话 也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被发现时 李某只穿着内裤 而手机跟钱包 是在离李某五公尺的地方发现的 所以怎么想都不正常 还有一个就是 李某身上的衣服跟裤子 都到哪里去了呢 还不如说只穿着内裤的李某 在这个岛上 将手机钱包放在一个地方后 失足落海比较自然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李某是怎么样来到这个岛上的呢 在大部分的疑惑 都无法查明的情况下 警方结束了调查 那天 让年仅18岁的高中生李某 离开家人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苹果在病毒中有这个岛上的